真可怜 你说给他取个什么名呢 叫大黄吧 古名好养活 这是大黄 那会你说走就走 要不是我 他现在都是苗星了 十年 我也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 季星 祝你新小师生 谢谢韩总 你也是 以后私下不用叫我韩总 叫我韩婷 新年快乐 韩婷 这星辰啊 拿到了韩总的投资 季星这就是 李渔月楼门 他翻身了 已经跟咱们曾总 平起平坐了 谁 谁啊 季星 宗总 现在应该喊你季总了 恭喜小千 谢谢 花不错 季星星 你这话是真的吗 韩婷婷 韩婷送的应该是真的吧 薪锤平衣 他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 七万 七位数 这韩总送的 哪是花啊 这分明就是爱啊 好殊借的爱啊 你们可别乱说 韩总 今天下午四点 星辰要开新年度第一次正式会议 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 看情况 这是我们 这位是 这是我们星辰搬到东阳大厦第一次正式会议 希望未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成为交付后备的战友 一起为我们星辰的明天 加油 韩总 像这种出创公司的会议 你应该没参与过吧 相反 见过太多了 用情怀和梦想画饼 吸引员工卖力 大部分初创公司都这么做 我哪有画饼 我们和那些贩卖梦想 贩卖情怀的公司不一样 能加入初创公司的人 都不缺梦想 作为老板 你得把他们拉回地面 把路走实了 比韩口号有用 我们就是跟别的不语了 终于到了 韩总 放心 烧着投资人的钱 我们每一天都没有虚度 原材料没到货 空油打印机 那不是相当于美米下锅 产品实验怎么推进啊 我会再想想别的办法 需要我的帮忙吗 可以吗 百分之五的股份 好像也没那么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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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